国际最大半导体展Semicon Taiwan正在进行中 全球超过200位高科技半导体领域企业领袖飞来台湾 半导体为台湾重要产业 行政院目标打造台湾成为全球半导体工业链中的主导者 预计到2028年新增新台币2.6兆元产值 半导体的产业能够成长 这个产值能够成长百分之六十几以上 能够新增2.66兆的产值 新增25万个就业机会 在半导体产业方面 未来需全力维持晶圆代工IC设计 以及封装测试等三大领域的领先定位 并提高设备与材料自主能力 以壮大台湾的影响力 总统赖清德上任喊出五大信赖产业 行政院周四说明推动方案 包括半导体要稳固晶圆代工封测全球第一的地位 半导体材料产值增加三成 设备产值倍增达到800亿 近期重要的科技趋势AI 国发会也提到 推动AI 软体 资安等数位经济产业 2026产值突破兆元 并要提升产业AI应用的普及率 而在军工产业 要让台湾成为亚太第一无人机民主工艺链中心 产值要在2028年之前成长10倍 另外包含安控和资安 次世代通讯也都做了规划 具有高度战略意义 不仅强化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 有利我国与民主阵营紧密连接 更有助于促进各行各业的竞争力 创造高薪就业 以及提升国家整体的安全与任性 行政院表示 协同经济部 国发会和相关部会密切合作 并纳入先前经济发展委员会 和顾问会议的结论 加速达成目标 新唐人野太电视 赤千里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 不知道这是一个新的 스